恋爱脑啊 到老都是个闲眼包呀 有没有一些老年人 五六十岁了 还谈恋爱 把人家给他骗得 毛光淡静的 我告诉你 就有一批人 专门是盯着这些人下手的 咱们有一个学员 哎呦不好意思说他 他今年六十岁了 八年前 五十二岁 女儿大学毕业结婚的 他不管了 儿子呢 也结婚了 生了一个孙子 他觉得他人生 要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就找了一个老伴 他去找这个老伴 可是手里边还有八万块钱 跟这个人就过了这七八年 然后陪伴着人家孩子 又长大 又结婚 又水里帮人家带孙子 带孙女 把人家带的小孩 都像初中了快 八万块钱也折腾完了 然后他的老伴去世了 他以为他可以 在那房子里住进去的 因为老伴留的有遗言 他走了之后 让他在这个房子里边住 你觉得人家的儿女 会让他在那住吗 即使老头让你在这住 他天天三天两头 孩子们来恶心你 你住的肃静吗 后来就又回去了 回去了 你觉得媳妇会待见吗 哎 你这个老妖婆 你年轻力壮的时候 图自在图舒服 去给人家看孩子 看孙子 哎 你问问 你认识他吧 问他孙子 不认识 他说你奶奶 你奶奶52岁 就嫁给那个老头了 图个吃图个喝 图个给人家睡 然后老了 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要他不要他 我告诉你 这话说得好听吗 哎呀张老师 我都想死了 我说恋爱了 到老都是个闲眼包 52岁你要开始做销售 做到今天 你不至于这个下场 跟他七八年 就是人家媳妇说你的 那不恶心你的吗 但是那不是真的吗 第五十多了 你为什么卖着八万块钱 又去找一个老头 不管自己家的孩子 不管自己家的孙子 你找他 你图什么吗 图个吃图个喝图个睡 是吧 花了钱干干净净 现在又开始做销售 恋爱脑不是坏人的 恋爱脑都是善良的人 就是善良的 不会保护自己 人品很好 但是没办法 自己遍体鳞伤 我说你好好干吧 你干了赚完钱 能给孩子们做点补贴 孰孰罪 老了还归到他手里边养 假如这孩子也靠不住 赎不了罪 手里边落点钱 你现在还有幻想 他说要不我再找个对象 我要不骂他 就是他要不 你看我六十 他就在想找个六十八的 找个七十的 我要不再找个人来养活我 身边这样的人太多了 老了还没活明白 还没活清醒的 5十八的 铁 刚 想